大家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一个进阶版的上胸训练的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主要针对就锁骨这一条 那效果是什么呢 如果它做好了 这个上胸就把锁骨给包上了 这种感觉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你看上胸 如果它饱满了 这是一个T字形 这个角着 这两这个地儿 它是不是够厚 就决定了这个T字形 这个线条 是不是特别饱满和清晰 那接下来就练习呢 主要就是 刺激这个四角 这一块 那么我们这个练习的名称的 站姿并播杠铃片推举 叫做这么一个名称 好 我们选择一个你能控制的杠铃片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是 你看这个杠铃片 它这边有这些凹槽 你千万不能通过这个凹槽去控制它 而是说 你就想象跟它完全就是一个平面 完全要靠你两个掌的一个捏合力 去控制住它 这个捏合力本身 你的胸就已经开始发力了 对 你会住它 然后肘稍微收进来一点 对 然后挺胸 好 然后 不要完全向上推 是向斜45度推 对 再高一点 好 然后下来 就想着往这挤 往这挤 对 非常好 让你侧过来这个角度 对 注意看你们感觉 好 节奏现在做得也非常好 要很慢 这个绝对不能用爆发力 如果你光光光 这一做 那全都是胳膊的劲儿 一定要控制 往一块去挤压 OK 好 对 那这个练习呢 相对比较安全 反正你做不动掉地上 但你的脚要小心 对吧 所以这个练习呢 它完全不是唯独的训练 完全就是死角 就是非常精准 它的区域 靶心啊 就是在这个 这两个地方 所以说你觉得这块 不饱满 这个练习就可以做 但是也是啊 它还是进阶阶段的 不是初级阶段 那么需要做到15次以上 那这个练习呢 它适合做什么呢 刚才我们没有介绍的 还有一个法则是什么呢 叫做联合组 什么叫联合组呢 就是说你在一个部位 你选择 两个三个四个 或者五个六个绳子 这样的动作 把它串接在一起去做 所以这个练习 特别适合做什么呢 就比如刚才这个经上 你做完了以后 然后呢 你并没有人给你保护 这个强迫次数 你可以下来马上 拿一个小钢铃片 再做到做不动 然后这个钢铃片呢 它也可以 一开始能收到这 就收不动 早干 千万别这样 因为这个轨迹非常精 你稍微就没了 所以你可以这样 这样这样 就结束 对 它适合这样去做 它适合做这种联合组 联合组当中出现这个动作 也是非常好的 就可能它独立去做了 达不到英雄的强度 但当你大面积都立即了 你这个地方还有劲 用这个去做 效果就非常好 好 这是第二个练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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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